特地站在AMD執行長 蘇自豐爸爸蘇春懷旁邊 台南市長黃偉哲跟蘇爸爸話講不停 蘇春懷全程面帶微笑 難道是為了這件事 市長這邊都很積極 希望研發中心可以在他的故鄉台南 這個部分有聽女兒這邊有說 他們計畫投資50億 在台南或高雄 那當然最好就是在他的故鄉 這個更有意義 蘇爸爸透露 超偉在台灣投資的研發中心陷入兩南 不是高雄就是台南 而蘇自豐一號來台 展開一周密集行程 除了台北Computex重頭戲 就是回故鄉台南 出席南方半導體論壇 台南市長黃偉哲原定前一天 6號的泰國行臨時取消 傳出就是為了爭取AMD的研發中心 有颱風來的時候 縣市首長都要留下來 有蘇自豐來的時候 縣市首長也要留下來 黃偉哲打哈哈帶過 但其實市府早準備6000字的縮帖 其中特別介紹歸人區的高鐵周邊開發案 兩個地號總面積14公頃 以及南科ABCD ENO 7區用地共73公頃 推薦這兩地作為超為在台南的根據地 包括水 包括再生水 包括土地 我們現在光是RADIR的土地 就在這個沙輪這邊綠能科技城 RADIR的土地就有將近10公頃 用地用水用電黃偉哲說都不愁 加上台南科技人才積極 似乎胸有陳竹 加上有蘇爸爸嘉義支持 未來AMD落腳台南 看來機率又多增加好幾趴 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